整天都說72行行行出狀元 本土漫畫家最近執筆 描織老行業還會分三次展覽 頭炮在瑤中二文化館 展出17位畫家的18幅作品 如果有時光機 我都想回去看一看這些店 因為我覺得很有趣味 而且很新奇 小朋友看畫看得想回到過去 證明以前的士多真的很吸引 這一代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以前士多會有個盤 我畫在這裡 用一些膠的蛋殼製造大材膏 放在大冰上面 可能有但你要找也難 定時定後 汽水廠會找外國搖搖王來表演 貼了一張海布在上面 什麼時候一定是集體回憶 整班走到街上 明天有搖搖王 但我發覺上網是找不到 連照片也找不到 既然上網也找不到資料 我覺得有畫的必要 他另外還畫了米譜 和士多的畫作平衡 有人推著手推車 放了米、火水、豉油 這些都是我以前記得回憶的 所以畫出來 令曹志豪踏入漫畫界的起點 竟然是後巷理髮店 第一次認識香港漫畫的時候 就是我在後巷剪頭髮的時候 看漫畫書 對我們來說 最多漫畫書 而不用錢的地方 就是剪髮 而媽媽又肯付錢 對於我們那裡 是漫畫的圖書館 那你別忘了我現在 那年代有少許反叛 都喜歡長頭髮 你剪一吋就夠了 下個月我再來說 這首就是我第一身 畫作細節同樣多到嚇到人 還有Penso的鰻魚腥 你會發現每個街市 可能都會有一個 聖技海鮮 雖然虛構 但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會有功名 我喜歡那種很髒 然後有個穿著水鞋的大姐 一個男人 聖哥走來買 在那裡講魚 在那裡聊天 我覺得那種感覺 大家很有人情味 但現在你去超級市場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習慣 為求逼真 他去了幾檔魚檔觀察 發現有很多可愛的細節 很多的 真的很多 我都數不到 他才能射眼燈 很光明 之後兩次展覽 將會招攬插畫師、畫家、 美術老師加入創作 我都希望藉到這個機會 整理一下我們 可能已經消失遺忘了的老行業 畢竟 你以為有無言 做什麼 就讓我們展示 做什麼 雙眼 海浮小